第四题,将质量200克,温度20度C,比热为0.113卡克度C的铁块,放入100克60度C的水中,下列有关其热量的流向与解释,何者正确? 这老师上课一再强调过的,热量的流动方向是从高温流向低温,与它的所谓的质量、体积、密度、比热都没有关系,就是由高温流向低温。 这一题,我们的水温比较高60度C,铁块温度比较低20度C,所以热量会从60度C的水流向20度C的铁块,因为水的温度比较高。 第四题,我们说下列有关其热量的流向与解释,何者正确?我们答案选的是B,热量由水流向铁,因水的温度高。